国会人权特委会昨天正式召开首场听证会 调查上个月发生的部长应床机场旧游客事件 那除了离心来龙去脉 也将针对各项问题提出改善建议 不过身为当事人的理由部长拿督司理张庆幸 却因为警方还在调查这起案件 所以事先就声明需要避嫌无法出席 据了解张庆幸是在本身律师劝告下 决定不到听证会做工 避免影响查案 然而特委会已经澄清国会的质询 不会触及其他单位的调查工作 虽然部长缺席 不过由西蒙·士拉央国会议员梁字兼主持的听证会 依然召来了我国旅游总会的代表询问详情 以了解移民局向游客发出拒绝入境通知后的处理程序 特委会也将在明天陆续传召交通部 机场控股公司以及内政部和移民局代表驻查 它是在明天陆续传交通部